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次看物品的摆放 人的位置包括两个大方面 其一是床与办公桌的位置 其次就是沙发的位置 沙发是我们日常休息的位置 沙发的位置会影响到我们的事业与健康 那么沙发的位置究竟放到哪里好呢 从人文风水理论去调整沙发的位置 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 沙发是永恒不变的主角 是用来日常休息 闲谈与会客的主要家具 同时在住宅风水中 它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 接下来小酱汁给酱友们讲一讲沙发的风水遗迹 如有饭剂 要尽快改正 一 沙发的选择 沙发以形状区分 有单人沙发 双人沙发 长型沙发 曲齿型沙发和圆形沙发等等 以材料区分 有皮质沙发 布质沙发 藤质沙发和传统的酸枝椅等等 以颜色与造型方面区分 更是花样繁多 客厅沙发的套数 最计一套半或者是方圆沙发并有 二 沙发的摆放 一 沙发已摆放在极房 沙发是一家大小日常坐卧所在 要摆放在住宅的极房 根据《易经》的后天八卦卦象推论 摆放沙发的选择便会有所不同 坐正东的镇宅首选正南 次选正北 坐东南的迅宅首选正北 次选正南 坐正南的离宅首选正东 次选东南 坐正北的坎宅首选正南 次选正东 坐西南的坤宅首选东北 次选正西 坐正西的对宅首选西北 次选西南 坐西北的前宅首选正西 次选东北 坐东北的更宅首选西南 次选西北 二 摆放形状一弯不移植 沙发一般都是以组来摆放的 沙发形状最好摆放成U形或者L形 风水中讲究环山暴水 沙发寓意着山 茶几为水 U形式的沙发造型能够形成山水纳财的格局 最继藏风聚气的风水讲究 丁才两望 这还象征着家人团结一心 而L式造型的沙发也能够有效以纳来水 但是一次型的造型没有左右护持 从大门流进的吉祥气息过而不留 对坐卧者起不到好的妄议效果 三 沙发顶即衡量压顶 睡床有衡量压顶 受害的只是睡在床上的一两个人 但若是客厅沙发上有衡量压顶 则受此不良风水影响的就是一家大小 影响甚大 所以必须尽量避免 如果确实无法避免 则可以在沙发两旁的茶几上摆放开运烛 以不断生长向上步步高升的开运烛来化解衡量压顶 四 沙发既对门冲 沙发是既会跟大门相冲 沙发与大门若成一条直线的话 在风水学上来说就是对冲 是非常不吉利的事情 会导致家人离散 财散八方 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沙发移开 避免与大门正对 或者在大门与沙发之间摆放一道屏风 尽量做到让从大门流进屋内的气 不会直冲沙发 这样家人也不会被冲散 导致不能相聚 财气也不会外泄了 沙发若向防门则无大碍 亦无需摆放屏风化解 五 主沙发不可背门而摆 客厅沙发的位置摆放都是有讲究到 若是摆放不当 就会形成不好的风水 一般来说 主沙发不可背门而摆 否则一份小人 在摆放主沙发时应该尽量做到 摆放的位置能够让坐在沙发上的人 可以顺利地看到大门出入的情形 六 沙发顶上不宜有灯直射 有的人觉得沙发范围的光线较弱 就在沙发顶上安装灯饰 比如安装藏在天花板上的桶灯 或者显露在外的射等等的 这些灯虽然使客厅的光线亮了起来 但是因为太接近沙发 往往形成从头顶直射下来 就与风水之道相违背 应该尽量避免 从环境设计的角度来说 沙发头顶有光直射 往往会令人情绪紧张 头云目眩 坐卧不宁 若是将灯改射向墙壁 则可略微缓解 三 沙发后的物品摆放风水 一 沙发背后寄放鱼缸 靠即靠山之意 在风水学上 有靠是一种大级的格局 而水流动 所谓水性无常 如果鱼缸位于沙发后面 实墙变虚墙 属于背后无靠 散泄之局 对家中的财运 自然起不到有利作用 沙发背后靠窗 也是一种无靠的格局 所以沙发在摆放时 是一定要靠石墙的 二 沙发背后 记挂不及画作 沙发墙是挂画的常见位置 能够增添雅致之气外 还有很重要的风水作用 但是那些颜色深沉 内容抽象 有凶勤猛兽的挂画 是不能挂在沙发墙上的 会给人一种沉重不堪的感觉 影响人的情绪和健康 另外 画作数量不宜过多 要尽量摆放横向的书画 来补充气场 三 沙发背后 记挂镜子 镜子自顾有风水镜之称 所以镜子的摆放位置 有很多的风水禁忌 虽然说镜子 可以从视觉拓展空间 但是人们坐卧在沙发上时 镜子的反射作用 会使旁人从镜子中 清楚地看到作者的后脑 这会导致人精神恍惚 心神不宁 而且这种格局 一招小人 是非不断 而若是镜子在旁 而不在后 后脑不会从镜子中反照出来 那便也无妨 四 沙发背后既是过道 沙发背后是过道 也属于无靠的格局 会让主人缺乏安全感 另外 过道是人们熊走的通道 如果沙发背后是过道 人们走来走去 会导致沙发周围气场不稳定 对家人运势产生不利影响 五 沙发背后既有尖锐物品 以携带尖的物品 例如刀剑 动物标本等 不仅不能挂在沙发背后 就连整个家居中最好都标摆放 这些东西都是带有阴气的 阴气必然会导致人的健康受损 而且还会影响家人的心情 一生争吵和暴力行为 六 沙发背后一靠墙 所谓有靠指的是靠山 是指沙发后有石墙可靠 无后顾之忧 这样才符合风水之道 如果沙发背后是窗 门或者过道 无石墙可靠 那便等于是背后无靠山 空荡荡一片 呈散谢之局 难存忘记 从现代心理方面来说 沙发背后无靠 使人缺少安全感 总有背后受习之感 倒不如背靠墙来得心安理得 而且沙发背后的墙 已采用暖黄色或者粉色 墙面已采用柔光处理的暖黄色 有助于提升小空间的亮度 柔美的黄色搭配简洁的乳胶漆白色 为客厅迎来柔和色调的同时 也让空间拟定轻盈氛围 另外 沙发背景墙采用粉色效果也很好 粉色的立体微矿构成了视觉中心 选择同样粉色系的软妆进行点缀 空间自然变得温馨舒适 借记 沙发是家人放松的地方 沙发背景墙不宜采用过于严肃死板的颜色 最好不要用黑色 灰色等等 七 沙发背后依靠屏风或者矮跪 如果背后没有石墙的话 那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人造靠山 其实就是需要变通一下 简单的就是把矮跪或者屏风 摆放在沙发背后当作靠 这样起码可以化解百分之七八十无靠带来的影响 鱼缸是可以招财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家里摆放 但是沙发背后千万不能摆放鱼缸作为靠山 正确安放沙发的位置 使沙发与住宅完美融合 如此 坐在舒适的沙发上 沾染沙发上的旺季 宅住怎能没有一个好运势呢 但小酱吃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点 家居风水是一种文化传统 一种有关于生活环境与人的学问 虽然在家居设计中融入风水 可以让空间设计更合理 装修更科学 颜色运用更到位 事物点缀更鲜活 全面提升生存环境的质量和品味 能够给生活增添很多的色彩 但有些命运还是要靠自己去创造的 不能完全依赖风水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吃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吃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